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包括了第三场的包装大奖 红龙 就是说我们两匹都可以拿来做胆的马匹是串了一条冷Q的 这条Q是派440元 第八场 我们两匹可以做胆的马匹 就是超好日子和电信巴打 也都是串了一条冷Q 而这条冷Q是派552元 这一天不少的用者就是这几场的赛事是找到吃的 当然包括有朋友 就拿主要的其中一场 潘顿的这场赛事 八成名区来买过关的 就是八成名区快步速健康在望 远远远碎 其实这一场也是中Q的 有朋友就拿着这一场赛事 他就薄稳健的 就拿着这四匹马 买2.1 Q过关买5元而已 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补盘 就和第三场包装大奖 红龙 衣背真感 也有参考我们的四匹马 就是第三场的这四匹 是买Q过关 结果当然过了 这位朋友除了这样买之外 他也有拿着头三匹第二场的 八成名区健康在望 快步速和第三场的这两匹 可以做胆的马匹 因为这两匹马是很分的 所以就买Q位置Q过关 就是这个单棍就买Q位置Q 这个三匹就买Q 2.1 成本就是100元而已 就收5千多 加上上面收1600 所以他这个都是280元的本 是收6千多的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位朋友 OK 当然了 也有朋友拿着第三场的赛事 跟第八场的赛事 买Q过关 而收2柄 不当然了 也有这位朋友 也喜欢这场赛事 因为够冷这四匹 那我们的四匹 就是超好日子 电信巴达 喜晋区 美丽同享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Q T 四龙彩都中了 那也有一位朋友 一早就买定了 下午 看到他好分 就拿着超好日子 拖另外那三匹 然后开跑前 他就一直买下去 因为他看到仍然是好分 所以你看到他买得很少 30元 然后在湖村再买一条 60元 然后拿着超好日子 拖5匹 就是拖我们这5匹 接着又买一条 又是拖过5匹 接着开跑前 他也是再拖5匹 叫他买了5次的10元 就是买了50元 也是收2千5百多的 这样买都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是冷门的话 如果是你的心水 臨场还是好分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 分开来买 所以这一天 有不少的朋友 就利用了这三场的赛事 而用几百元来住 有些人收 几千元 有些人收过饼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班朋友了 好了 说回今天的赛事 第一匹 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六场 四班田草1200米的 6号马 盛德出色 为什么这匹马 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六场 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看到 这场赛事 其实是缺乏 放头的短途实力马 所以 这场赛事的 步速 相信有机会是偏慢的 即是预计 就是预计 这样 换言之 在偏慢的 短途赛 田草1200米 排内荡 每段 懂得加速的马 就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如果你可以去第六场 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看到 有两匹马 是排内荡 懂得加速的 一匹就是二话不说 另外一匹就是胜德出色 如果你跟所有的马 做一个比较的话 而这匹胜德出色的 没段指数 在这场赛事 是突出了出来的 即是说 这匹马 跑同情 是有一个 跟这匹对手来比的话 他那个 没段的加速力 是突出了出来的 不单止这样 这匹胜德出色 如果你去所有马 赛事那里 选它出来 你会看到这匹马 是上将初出的马匹 是蔡耀翰 答雷辰的 如果你看他的上将 其实是排外荡 短途排外荡 其实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 费数 他淋墙 已经是热的了 再打下去 点七倍 是吧 就是排外荡 幕后这样落 记住他初出 他的真正实力 不是用来掌握的 是幕后掌握的 幕后掌握 初出还落飞 而且跑入第三名 都是紧紧负的 即是说 其实上一仗 透过这个飞数 幕后其实是给了一个 提示我们 即是说 他们看好的这匹马 这一日 其实是跑得非常之不错的 预算金像 在万步速的千二里面 天万步速的千二里面 而这匹的胜德出息 由上一次的十档 排内档 他的形势就有利了很多了 即是说这匹马 分分钟未必是走中后位 可能会在前面 都不出奇 对不对 如果你看看距离 他预计的走位 如果他走在较前的位置 他没断 他转径又强 而这匹的胜德出息 在这场赛事 是属于一匹同情的实力马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匹马 你可以考虑拿它来做 Q胆拖几匹配强 或者你也可以把这场赛事 作为你 Q过关的其中一场 而今天第二匹 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十场 移班千二米的 四号马 成都威风 这匹马 也是雷神 达 蔡若翰 为什么这匹马 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十场的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见到 这场赛事 其实是有一匹 一千米 即是更加短途的 放头马 即是说 这场赛事 如果这匹胜不叫放头 相信 那个步速就不会慢了 可能有一个 中等 也有机会是 中等 偏快的步速 即是说 在这些场合 拷同情的实力马 排中内档 每段试得加速时间 是正指数的马匹 是较为 而胜得威风 正正是这类马 他今次是排五档 即是说 属于中内档 是吧 这匹马 他懂得加速时间指数 也是在二半做到正的 OK 他前仗 也是入轿 即是说 大前仗赢完之后 加分 加榜 仍然可以入轿 即是说 他的评分 在现阶段 仍然 跑这个路程是极具竞争力的 当然 上一仗 这场马 由于排外档 他留到最尾 而这个跑法 就不是他的跑法 因为这匹马 是可以咬在前面 来跑的 所以今次 这匹马 由外档 转入 内档 而且可能有一个 中等 甚至偏快的步速 所以这匹马 在跑法上 那个 没段 和指数上 都占有一个 形势 有利的 处境 OK 所以这匹马 也是 可以称之为 一匹 这场赛事 极具竞争力的 同情 实力马 或者 如果你喜欢这匹马 的话 也可以考虑 将这匹马 拿来做 Q 胆 拖几把配备 买Q 或者 也可以考虑 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自己 心目中 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 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 教你架马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 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建议你 将你所学的 减马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是 你可以找到 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实力的 冷马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减马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 BurninBurnin Channel 里面的 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减马秘缺的片 记得多看几次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 冷马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 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马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 在这里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同时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择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 有点 好